竟然還有倒數 竟然還有倒數 好感人喔 就是你的粉絲朋友們 大家熱情到一個極致耶 就是隨便講話 他們都可以大聲歡呼 他們最近的反應 讓我懷疑自己 其實是一個偶像 你是兼具實力的偶像派的歌手啊 我勸你們冷靜一點 如果你們繼續營造偶像氣氛 我可能會退出歌單 好大家先深呼吸一下 我們有一些事情要感謝大家的 話呢 幹嘛啦 笑啥啦 沒有 不會回應這種 感謝的話 但我就泄下心中的大師 就是 因為 我真的很怕環球賠錢 因為他們有點過度的相信我 這樣子 他們很相信你 對 過程中一直 比如說在之前推出幾個單曲的時候 就一直辦一些就是寫本無歸的一些活動 然後就說你們確定嗎 真的要這樣嗎 然後我想要跟什麼藝術家合作啊 他們盡情的就是滿足我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說看到那個成本實在是有點擔心這樣 對 想要現在放眼望去看到這麼多人支持 就替環球高興 他們已經回收三倍 你們買了CD回去聽之後有後悔嗎 沒有 沒有 有沒有想說果然叫我們三思是有道理的 沒有 我們沒有偶回報 我超喜歡太空跟太空人的 因為應該還是有點超乎大家的預期吧 就是我的意思是說 大家可能會猜到他可能有點另類或是有點什麼 但沒有想到這麼另類的 不會啊 我覺得太空跟太空人我超喜歡的 很喜歡太空人的MV的出手 就是用那兩首歌把大家騙進來吧 前面三首是秋門尊 其實他十首歌都怪到不行 真的耶 大夫妻啊 你真的是太小看吳媽媽 她才一點壓力都沒有好嗎 她今天一出來大家就說 哇 哇 好漂亮 她說我每天都很漂亮 對啊 因為我媽就是覺得任何創作 或者是她的生活費都是天上掉下來的 真的 真的 所以清末聲音是來自天上的好聲音 好 那當然 就是讓所有的朋友們都很期待 在高雄要舉辦清風 出道十五年的首場個人演唱會 有必要這樣強調嗎 我好高興喔 沒有啦 那個是前輩啦 跟我沒有關係 我出道才一年多而已 一年半 等於是新生的小Baby就可以站上高雄巨蛋 沒有想到出道一年半可以去高雄巨蛋 太棒了 我們為這個歌壇最強的新人掌聲鼓勵一下 不知道台北的朋友 願意不辭辛勞去一下高雄嗎 願意嗎 拜託你們去一下 因為昨天就是 因為 就是昨天在高雄也有舉辦臥唱會 然後唱片公司就看了一下狀況 然後就有點評估就說 那高雄巨蛋 大家要做好心理準備 不一定會賣完那樣什麼 幹嘛這樣 這一支很奇怪 一定會賣完的啦 然後我就說 早就跟你們說吧 你們看 不會 而且說不定我們再加個Service 我們在高鐵接大家好不好 我們一個專車 有嗎 我說如果 我說說不定給大家一個驚喜 然後你可以開車 因為環球同事們把車都嚇嚇了 說不定我們讓清風開車去接大家 畢竟他是 畢竟你也是演藝圈的老司機嘛 對 但是我其實真的不會開車耶 沒關係 你可以坐在副駕駛座 我說我是副司機吧 對不對 我們讓別的老司機幫你開車 我可以幫你開 我可以 我車開得還不錯 我會開手排車好不好 所以也要跟所有的好朋友們說 我們在9月25號的中午 在拓圓的購票系統 幹嘛 你幫我 讓我把官方的事情講完 你不要一直跟我聊天 明明就是你自己把話題帶歪了 我沒有 我要講正經的 今天的重點還是專輯吧 對 是專輯吧 對不對 希望大家支持清風的最新專輯吧 好不好 有點憤慨的文章 有 對 今天竟然不用勸導 就幾乎沒有相機跟手機耶 是不是 就不可思議 可能覺得這一區的人跟我比較不熟 因為他們一直 剛剛一直對著我那個帳篷的進出口 然後我就從那個縫隙就看到相機 我就覺得好可怕 你們就是一群變態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 拍著相機的縫跟拍女生的底褲有什麼差別 真的 我覺得這話說得很好 所以以後不要隨便拍清風還有女生的進出口 好不好 這是要隱私的 什麼啦 不要亂說 我這是你幹的 不要我們大家要互相尊重 你尊重我 我才尊重你 不要亂說 你說海玉芬你給拍賣 我說拍 然後你就拍 好不好 不能就不能 好不好 你看大哥笑得好開心 我們要認真講一下訊息了好不好 一個這麼重要的訊息 我也要跟所有好朋友們分享 所以唱片公司也非常謝謝清風帶給大家 這麼棒的演唱會的主題 我們演唱會的名稱叫什麼 太空備忘記 所以就是一場註定會被忘記的演唱片 不要 你很煩耶 這個原因是什麼 太空備忘記 因為有一本備忘記 預購才有 是 沒有啦 其實因為這張專輯裡面 在講很多溝通的謬誤跟很多語言的錯誌 所以其實很多很多的歌名也好 或者是歌詞也好 譬如說太空而歌詞 就是我們可能隔著我們很多的防護罩 心靈的防護罩 或是任何形式的隔閡 但你在講一起的 你在講儀器的時候 我卻聽成了一起 就是這種的錯誤會常常出現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那我覺得其實備忘記也是這樣的意思 其實它雖然是一本備忘的筆記 但是其實字面上聽起來就是會註定備忘記的 是 但是你說儀器聽成重聽聽成一起 可是你重聽一次 說不定它講的是一起啊 重聽 對不對 對 你真的很 是不是 你真的很用心在聽那樣珍惜 我很用心 而且我很用心先看字 再看裡面的 譬如說裡面的那個 張俊寧跟這個 我們的小男主角一起合作播紅的那個 他不是 你幹嘛 說不定如果你 他沒有聲音嘛 他只是嘴巴說你幹嘛 說不定是你敢嗎 對不對 說不定就是我敢 他如果勇敢一點 他就不只是畫那個 把畫畫畫出來的那個作家 他說不定就是那個小孩的爸爸 好啦 我們講禮物了啦 好不好 你敢嗎 不敢 但是我剛剛覺得非常的感動 就是因為你是第一次發現那個 重聽其實也有重聽的意思的人 是我發現的 還是其實你是被我啟發了 沒有 其實裡面還有一個地方 我之前有在PTT看到有人 有解出來就是那個 你的舞蹈 但其實我唱起來是要唱你的舞蹈 對 這你也有發現 當然有拜託我中文系的好不好 你是剛剛才被我啟發的吧 我沒有 我想被你開發 他今天怎麼怪怪啦 我沒有 沒有怪怪的 還跟以前不一樣 我 因為我也單飛了 不過重點是說 因為我很喜歡文字上的雙關 可以讓所有的朋友 因為你的心境不同 你看到的文字 感受到的感覺就不同 對不對 有的時候一個音 它只要一點點改變 帶給大家的那種感動 或者是感觸就是不一樣的 好 我們來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備忘記裡面是什麼樣 帶給說好朋友 我們的驚喜好不好 請清風自己幫我們打開 麥克風我幫你收一下 好的 我們來看看大本的 超大版備忘記當中 請打開 好 我們讓清風我們先拍一下照 來 幫我們稍微壓一下 好 來 我們看正前方 給媒體朋友們拍一下 好的 也跟大家宣布預告一下 在9月25號的中午 在破圓的狗片系統 我們就讓手的朋友看一輪 好 腿排高一點 因為是四面台 所以到時候四面八方的朋友 都可以用你們想要看到清風的角度 感受他身體的每一寸 好不好 腿排高一點 好 這樣OK嗎 好 來 拍到都沒有什麼動作 各位大哥們也知道 結果我剛剛已經盡了我的權力 是 那個 鼓歌 拍了我十幾年的大哥 這樣還會說動作再大一點 而且後來我就真的 就再大一點 騎上去了 我就再大一點點 他說他給我仰天大笑 對 就整個延伸的感覺 對 他現在還在拍 是 刺激很重 他幫我修一下 好 搖頭 可以先不要跟司機大哥聊天嗎 是攝影大哥 什麼司機大哥 我說他是司機大哥 因為他是攝影界的老司機 真的啊 他是同一個特別的環象 他在開車是不是 對 看得出來 他現在很挑眉 挑眉 清風跟我們分享一下 這是一個假四面真三面的概念 你們相信嗎 不相信 不相信 對 可是有些人就真的回去會相信 然後就說 他其實說其實是三面 藍區的只能看到屁股這樣 沒有 他現在講話 我跟你講今天要打對折 他現在講說 開玩笑成分居多 我們四面都會轉一圈 給大家看的好不好 也不一定轉一圈 可能轉365圈 很好 是 跟我們分享一下 像是這一次的這個演唱會 對你來說 你想要創下什麼樣的 不管是你自己的紀錄也好 或者是想要留下什麼樣的回憶 大家應該也知道 我的個性是很隨緣的 就是所有的紀錄或是什麼 那些 我就不會去想啦 但是 反正也就一場有什麼好紀錄 很重要啊 這是 對大家來說 尤其是能夠到現場的朋友 與其說創下紀錄不如是 對我的整個人生做一個紀錄的感覺 我覺得他會比較像這張專輯 呈現給大家的感覺 他是一個 就是 為歌而瘋狂的瘋子的自傳 所以我其實 覺得這個過程 包括在選曲 或者是在想要怎麼 呈現這些歌的時候 其實我想的是 呃 我休息的那一年 我其實有點回顧我 從小到大 聽的東西 看的東西 我覺得那個是一個整理我人生的過程 所以其實這個四面談是希望呈現自己在環視自己的過去的所有一切攤開給大家看吧 雖然他的選曲大部分還是會圍繞在我個人的作品為主啦 但是有一些 呃 之前發表過的單曲 可能當初不見得是 呃 我想要呈現最好的樣貌 或者是 不是他那個作品 會在這次的演唱會上面還他那個作品本來該有的樣子 是 那個床邊啊 或什麼 清風伴侶入睡 那我是自己感到可怕 對不對 我們是欣賞跟擁有的感覺 對不對 好 來 來 好 好 清風上去了 好 他說褲子會破 謝謝 不是這個是補充太空人補充營養的口糧 對 所以也是 你說 口糧 這個是口糧 它擠出來的可能是有一些什麼肉末啊 或者是一些 除毛球的是不是 因為有養貌的朋友都知道 通常都是這樣軟管的 然後擠進去之後唱到一杯 然後塗一個 塗球除毛球 好 幫太空人好好補一補 雖然在這個無重力的環境之下 你現在就要吃嗎 裡面是一些堅果類的 沒有 現在餵口不太好吃 對 所以當然那個裡面有一些 就要出鏡脾胃的 也可以好好補充一下 好 還有這個 我們是不是很難得看到一些 藝人朋友們直接猜我們的道具 你要現在吃 我先幫你聞一下這是什麼 巧克力嗎 巧克力耶 巧克力可以啦 可是 不是說那個補給品是肉醬嗎 都有啊 巧克力味的 可以 好特別對不對 不行啊 我現在吃巧克力我等一下真的唱不出來 對 所以我們沒有讓你現場吃 其實我們只是白拍比較重要 但你把它補給成氧氣瓶可以隨時補充一下 你看它這個貼紙是不是應該反過來貼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真的是要求很完美喔 太公認 沒有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意涵 陳意涵 對 然後呢 你沒有那麼深陳意涵 OK 沒有那麼深的陳意涵 不是啦 反正這就是口糧 還有氧氣瓶 好 陳意涵惹惹到你了嗎 沒有惹到我啊 拜託我也是陳大發耶 對 為什麼 因為我演過一部戲 我現在聊我是不是 也可以啊 我跟楊丞琳演一部戲 我在裡面叫陳大發 真的喔 對 你是說十幾年前 主題曲是帶我走的那一 你沒有承到別的老藝人好不好 什麼老藝人 你說楊丞琳是老藝人 不是 他是幸福人妻 被他慢慢說 他是新婚人士 人家跟我一樣是新人 真的 新婚人士叫新人 好的 再來呢 這是大聲公 對不對 因為在這個探空人裡面有說了嘛 如果是比較重聽的朋友 你聽不太到對方的意見 我們就準備大聲公 讓對方把心情表達出來 所以也希望到時候演唱會 大家可以跟你一起大聲合唱 可是這不太像我的個性耶 怎麼樣 因為如果人家不聽我的意見 我也不是會拿大聲公 去逼人家聽的那種 我就是有點隨緣 反正我講了就講了 你接受不接受是你家的事情 真的 對 但是因為我們真的是 很難接對不對 不會難接 因為我要轉過來說 這個是給我們用的 就是你不聽我們要大聲講給你聽 對不對 不好聽你還是得聽 因為關不掉啊 原來有這般的深沉意涵 是 你看我們每個活動過程當中 都有好多的雙關語 提到好多的美麗人 每次 早上起床的時候 如果精神不好 我就會再清沉一喊 精神就好多了 真的 而且現在在馬路旁邊 有時候嘴巴一張開就把灰塵一喊 不能不說 是不是還滿厲害的 你好會喊 而且 不是 你是一直講這些話題 就太刺激吧 沒有 我沒有刺激你耶 我是這種隨便刺激人家的人嗎 我現在講說 因為清風的這個專輯當中的 裡面很多歌 包括像 他們今天全部都只會播這些片段 我想他們除了這些片段 他們沒有別的片段可以用 因為我們整場都是歪的 我現在要講的這個 我們很重要 不管是MV也好 或者是歌曲也好 都是找了非常多的重量級的 老師們一起來合作 真的 你看你的那個太空人 又找了陳藝人導演 又找了張君寧 又找了林柏宏 還有你 真的是含金量超高的一支MV 所以也希望 你要你在玩我們 氧氣不要亂浪費 這個很重要 阿快過 哇 這邊很棒 這邊有水有氧氣 你要這樣壓我就要吸囉 不要浪費氧氣喔 好了啦 好了 我們再聊下去 待會兒清風就沒有時間 跟大家唱歌 你這樣怎麼會以為 我是辦在那個 阿姆斯特丹的紅燈區 還是辦在法國的紅魔房 好的 謝謝大家 所以所有的朋友 要把握時間 把握機會喔 色情訊息的那種人嗎 不會嗎 他現在衣服就叫霸王色 好 謝謝 好了 我們要再次感謝大家 要謝謝現場所有的工作朋友 還有這個 所有在我們幫忙 維持秩序的好朋友們 謝謝你們